2022年开始没几天 我家儿子就被要求要在家上班 因为在他们新年的聚餐里 有人中了COVID 所以所有人被要求在家工作 公司要每个人在家 观察自己是否有COVID的症状 结果儿子量了体温 发现自己有低烧37度2 加上又有头痛跟喉咙痒 因此就去做检测 好不容易挂到好 他检测结果果然是阳性 马上关在自己房间做隔离 我跟女儿也非常忐忑 觉得我们可能也不会中 女儿先检测后发现是阴性 我检测后也是阴性 我们总算放心 但还是要注意 因为毕竟生活在同一个空间 经过这次COVID的事件 觉得加拿大已经将COVID病毒当成流感处理 每个省有自己的防疫决策 从我儿子怀疑自己可能中了开车 去拿这个检测的这个快筛剂 家回来自己检测完 发现阳性之后 检测站的人告诉我们 如果打过疫苗 测出阳性只要隔离五天 没有打疫苗的人要隔离十天 然后自己上网填写阳性问卷 检测阴性的人不需要做隔离 儿子开始过着三餐Room Service的生活 直到他能够出关为止 在第五天的时候 我喉咙有一些干扬 因此我又再检测了一次 发现还是阴性 第六天时开始全身痠痛 于是在第七天时又再做一次 发现还是阴性 孩子说我是季节性流感 叫我别自己吓自己